行李箱在機場被攔截 割開檢查 即發現一包包 黑色塑膠袋 打開都是毒品 在主場堆起來 就像是一座小山 但這些都不是他們的 而是受人指使 警方巡線找到嫌犯 一進包廂 他還在開心飲酒唱歌 警方馬上搜身 當場被上銬逮捕 原來他們標榜免費出國 還有額外報酬 每人每天五千元 一對夫妻黨聽到 馬上答應 先到泰國曼谷跟嫌犯碰面 再被印度轉機到英國倫敦 結果卻在中途卡關了 千里迢迢到印度時 卻因為機票不見 錯過班機打回台灣求助 最後由印度辦事處協助辦理 搞定機票後又出包 其中兩件行李超重 他們身上沒錢支付 兩人先返台 由航空公司幫忙運回 結果他們帶的行李裡面 全部都是大麻 公計超過第二級毒品大麻 61公斤 市價高達新台幣6千萬元 專業小組於案發後 尋線在台東地區 查氣本案主銜 理性及賴性兩人到案 運賭集團用走私毒品到歐洲 取得高獲利報酬 因此招募人頭 以出國觀光民意運賭 這回夫妻檔被誘人的話術吸引 結果因為機票遺失 讓整件事情因此曝了光 四人全都遭到送辦 TVBS新聞林志偉 下面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